这是什么?出底,并有可能趋势性上升,也就是讲,他说这个概念就是讲,可能从目前的短期内,可能加息的一期还不高,但是从长期,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到底他这个长期是定义的,是多长? 比如说是半年以后,还是说一年以后,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整个的一个看法,那么,包括这个,还有就是他调低了今年加的一期, 就是说,调低了从1.1,调低到0.8,也就是说通胀目标达到2%,可能就是在今年,或者在明年可能无法达到,可能要到19年到20年,也就是说他可能预期才可能达到, 那这个的话呢,因为是一个一期值,那么也要看未来的一种市场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是日本央行这件事情,为什么讲他呢? 就是因为,我们正要讲,我觉得在美日吧,我们讲美日,在这个美联储会议之前,他的运行,如果他有一个,从114,一个深调整,回到前面的两个一个空间里, 我觉得这里,可能会从新的开始一轮上场,当时的解读,就是说在114的时候, 那有人也开始被套住的时候,我说了,我们应该先把它平掉,等他回落以后再把它接回来, 那现在就是到了这么一个,你敢不敢接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可以去买入, 或者是,一会儿你来去讲,就是说,你不买入的话,那没有关系,你继续持有黄金的空单,道理是一个样的,道理是一个样的, 好,日本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过去了,日本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了,那么, 现在可以讲,就是日本这些来,所关注的点,就是,可能跟他现在,可能目前还不是很大, 我们先把日本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先可以把它跳过去,那么本周的话呢, 从今天开始,其实美联储就已经开始在开会了,美联储就已经开始开会了, 那么也就是讲,他在开会的期间,按照常理来讲,市场不应该出现大的波动, 这就是在我们大多数人,我们大多数人,这个,一个整体的一种,思维的一个看法, 我们大多数人,是说,可能在飞龙不会有,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 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但是,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包括,刚才讲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美联储这个会议吧,美联储会议的这个, 这段里不会有大的一个波动,这个不是绝对的啊, 我们可以看下市场,刚刚刚才的话,就是说大概在, 一个小时以前吧,欧洲区也公布了他的,一系列的数据啊, 有好有坏,有好有坏,也有, 有数据显示吧,大部分来讲是好的, 因为欧元区的失业率有降低,而且是降低了0.2个百分点, 就是什么呢,上个月是9.1,上个月公布的是9.1, 本月的话,预测是9,但实际公布只是8.9, 那其实是一个,好的数据啊,是一个好的数据, 那么也就是讲,啊,这个数据的话会, 那就是说会使得,啊,这个,欧元啊, 那么出现一个啊,走强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啊,但是啊,就是市场并没有, 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为什么呢, 啊,就是可能在一些数据上,可能啊, 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啊,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不动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我觉得,这周,我们觉得目光不放在欧元区,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嗯,可能市场并不关注的, 关注的可能是美联储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看的话,消息,啊,消息已经公布了, 说是在周四的时候,应该会公布下一届美联储的主席的人选, 啊,而这件事情,好像比这个月的,啊, 就说,美联储的一些回忆,啊,还重要,啊, 所以,这件事情到最终,可能现在真的就变成是一个我们要耐心等待的一个事情,啊, 一个事情,啊,就是从基本面上, 我觉得应该,啊,还是要关注的地方,啊,还是要关注的地方,啊, 还是要关注的地方,那么, 应该是几乎没有的,啊,加息的概率应该是没有的, 那么,飞农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实贞的,啊, 就即使公布到30万,也很实贞, 所以,那么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 可能这周的,从焦力的角度来讲,啊, 基本面可能,不应该是按照它的那个, 顺向的方式去理解它,啊,顺向的方式去理解它, 就是说,如果,啊,飞农很好, 不应该把它认为是一个利好那样的消息, 当然,也不说它就利空美元, 就是说,你不要去盲目的,啊, 看着数据很好,然后去盲目的去做多美元,啊, 应该不要这么去思考问题,啊,好, OK,啊,那么,在解盘之前, 就是在整个解,今天外汇市场费钱,啊, 当然,昨天的话,我们解盘,啊, 昨天我们,啊, 我们当时,我们昨天解黄金的时候, 价格就是在,应该是在七一附近,啊, 然后等到我们今天在解盘的时候, 价格是在七二到七三百,啊, 就比我们昨天的位置略微高两块钱, 从形态上来讲, 还是没有破坏整个的这个下行通道, 好,那今天晚上我最关注的一个, 就是导致, 为什么关注它呢, 是吧,为什么关注它呢, 就说在导致吧,运行,啊, 从前面三个交易,啊, 不算今天开始,啊, 是处在一种横向,啊, 当然昨天晚上是回落了一点, 大概有100点左右,啊, 0.5个百分点, 那是不是说关注它呢,啊, 关注它呢, 就是说从实际的运行角度,啊, 之前,啊, 这一侧的时候,啊, 就是它从这一侧运行的时候, 调整大概是在五天左右,啊, 而在这边的运行是四天,啊, 你说它从那天破了高定以后, 到昨天是第五天,啊, 到昨天是第五天, 而且啊, 而且是横向的调整, 那么就要看今天晚上,啊, 道指有没有可能,啊, 会有冲钢的概率, 好, 那么, 我是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就是说在道琼斯指出, 今天很有可能会再次走强, 因为它调整了,啊, 将近有一周的时间, 包括低开, 包括两天和,啊, 包括一天,啊, 回碳, 并且在回碳的时候,啊, 补上这个跳空高开的缺口,啊, 就算正式补上,啊, 正式补上, 而且, 而且,啊, 收盘, 看到没有, 就是, 补上以后它的收盘, 啊, 第二三三四八, 刚好,啊, 和那天的缺口,啊, 基本上是在, 就是, 那天这个地方的高点的一个位置上, 是非常, 就是非常接近的, 很相似的,啊, 一个位置,啊, 几乎是一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就相当于是把, 之前这个地方正好补上, 或者是正好, 刚好回碳到这个地方, 嗯, 所以会不会,啊, 所以会不会怎么样, 看去那边怎么, 现在没有声音吗, 对哦, 辣椒,辣椒,辣椒,辣椒文的正面。 辣椒,辣椒,辣椒文的正面。 诚定端性的正面。 好我们继续 那么这个是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它横向运行了几天的时间 第二个节点就是我讲美元就日元 那么美元就日元 刚好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 我说在这个区域内 说它应该回到这个区域内 然后开启它的最后一轮的上涨行情 我之前有再这么去跟大家去讲 所以那么刚好在今天 在这个地方回到了这个点位上 应该是其实是昨天晚上回到 今天在这个区域当中停留 但是在从下午 就是讲这个时间点挺有意思 就刚好日本的所有的消息面 过去以后 每日开始上涨行 就是说消息面 日元从前面高点 公布这个利率决议的这个时间点 利率决议应该是在这里 利率决议应该是在11点公布的 就是说11点的时候 在这里 在低位 公布以后 每日开始上升 日元开始走路 也就是说 在公布这个利率决议以前 市场疫情是 日元再上涨 公布以后上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之前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微型的结构 就是说从从这边回来 然后再继续的上升 好 那么从四小时图看 已经是一个反转的结构 那么为什么是反转的结构 昨天晚上下跌时候 第一个他没有是一个他有引线 之后在今天下午反弹之前 都是有引线的四小时图 并且在反弹这颗K线的时候 他有一个所谓的最低点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对吧 就是说这个位置刚好跌破了这个低点 一点点的位置 然后出现了反弹 现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微型结构 之前我们就在分析 那么这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黄金 黄金的话呢 我们把这三个事情看一下 黄金的话呢 昨天晚上是有拉高 但是就是没有涨破前高 看到没有 就是没有涨破前高 而且 走势当中 在现在回调的 或者是下跌的之前 虽然有拉高 但是也没有超过前期的高点 那我一直强调一点 我说在如果 其实我们看 这是明显是一个下跌的痕迹 就是说从前期来讲 其实是一个下跌的痕迹 但是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每一次拉升都是在我们能够看盘的时候 昨天晚上一直上行 到前天晚上 这个上行我们能看到 昨天晚上的上行 你也肯定能看到 因为昨天晚上就是从美盘开盘以后 这不每一次看看吗 这是十点钟吗 对吧 十点到十二点 到一点 刚好是所有人都能看盘的时候 在上行 所以它每一轮上行所犯罪的就是 我们觉得是 是会增加 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它每一次拉升 做空的人就少一点 每一次拉升 做空的人就少一点 而且刚好没有超过前高 也就是说 没有能够给你跑单的机会 比如说假设啊 昨天 这一天的反弹 我觉得没人 假设没人做多 没人做多 但昨天这个走势 刚好这边 有可能就会有人买入 那这些买入的人 是不是他是希望 可能今天有一个 再走一个高点 比如说走到80以上 然后去做指名 刚好没有给你这个机会 这就是市场 接下来看一下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综合起来这几点 都蛮符合我上线 道指调整的时候 记得吗 我说道指调整的时候 外汇市场应该有波动 第二点是 每日再冲到114的时候 是第二轮上涨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第三轮上涨 那么第三轮上涨的时候 条件是要回落到这个蓝色区域 好这第二天也有了 第三个条件 黄金没有给高位做空的机会 你看我们从小时头可以看 这是每日的小时头啊 实际上它是给你一个 破了一个反向的低点的一个行情 对吗 但是你要看黄金呢 是没有了 对吧 如果你按照每日的图形 那么黄金现在的价格应该在哪 应该起码在这里 才是对的 对吧 因为它超过前期的高点 每日的话 跌穿了前期的低点 对吧 所以 这个条件都有了 因为这个条件有 干什么呢 当每日跌穿那个点的时候 就更加没人去做空黄金 为什么 因为 你做空黄金的人 看每日跌破 相应的就更加减少做空的 这么一个想法 同时 你做多每日的人 你也不敢再做多他了 刚好这是一个微信反转的机会 也就是讲 现在刚好是买入每日的时间 和持有黄金空单的一个时间点 经过一天的走势 黄金其实并没有能够涨上多少 虽然它最高毛到78 但是我一直强调 我说我们做长线干什么 看一整天的过程 这三个事件连续起来 我觉得在今天也许有行情 也许有行情 而且可能还不小 可能还不小 所以耐心的等待 那我忘记之前是谁跟我提的这个 每日的那个交易 如果你想做的话 如果你听我的你在114平了 你今天把它再接回来 如果你内心不敢 你就接少一点 然后你自己再去感觉一下 之后的变化 可能对你的整个交易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具体是谁我忘记了 我就大概说一下 我们把这三个联系下来看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欧元 其实欧元今天的数据 其实是可以 起码你实验率是降低的 就算是其他的数据 比如说像那个CPI的这类的数据 不是CPI 就是GDP的数据吧 也是向好的 但是欧元就属于没有动 你正常你欧元公布的数据的时候 是在这里 这么好的数据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波动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也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市场现在不关注它 也说明美联储会议 可能会是一个 现在市场最关注的一个点 其实关注的不见得是 这次的加息不加息 而关注的是未来的一个人选的问题 所以现在欧元不适合交易 昨天我就讲了欧元不适合交易 那么英镑 那么英镑怎么办 英镑的话标准的震荡市 这个已经没法再标准了 你说从日线图看 就很明显的 从我那天告诉你的是震荡市开始 到运行的角度 等于从 像是从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拉上来 如果都拉实体部分 就是说大概就在这个区域里 三一到三三很标准 很标准 所以那么怎么办呢 就耐心等吧 如果是在这一两天不动正常 因为美联储开会的时候不动正常 美联储开会的时候他们不动正常 周四的时候有英国的预期会议 如果英国美元的那个会议影响不大 那如果英国的加息率就是上运行 然后你可以试图做这种 这里边 这里边怎么来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品种 我们看一下欧元对英镑 为什么看它呢 你看 它的运行 从上周我给大家讲是震荡下行 是很标准的震荡下行 为什么说很标准呢 在它真正这样到这个下坡以前 在这边它每一天的拉回 都是 每一天拉回都是接近到0.618 每一天 这一天的话基本上是到0.618 724以上 这一天是到0.618左右 0.5吧 0.5下跌 都是算是很震荡的一种下行结构 但是 它 我觉得在 如果欧元不动的情况下 英镑 有上冲的时候 它可能会冲低一下 之后英镑会下行 我觉得欧元会再次的拉高 也就是说它其实 我觉得欧帮还有可能再回到 就是这个区域的上方的这个空间里去 也就是接近到0.9的位置 我觉得它是有可能回去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你都可以选 就是什么选什么呢 比如说在 拉升以后 你去后面拉下来 这个是短线 那哪里是长线呢 就是跌下来以后 再满 这是长线 跌下以后再满 很大可能会冲破1.367 很大可能会冲破它 明白吗 所以可以考虑 因为我一直强调 说要做最后一轮的这个美元的弱势 所以这都是在计算范围内的 都是在计算范围内的 好吧 那么澳币和纽币 既然纽币呢 继续的有下行 而且呢 走的还蛮标准 那么就看能不能下破 很大可能会下破 但是 跌中下破能跌到暗 就意味着 下周 可能那个低点到底在什么位置 可以能估算出来 所以 接下来的这两天里 我觉得 到 免联储会议之前 我觉得你要是说 做空扭闭 做破外 就破下去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 但是下空的空间有多大 不要看得太远 我觉得看到 0.67 差不多了 不要把它看得过于的远 因为有时候呢 它第一轮下跌幅度很大 它后面如果假装要两轮下跌 可能这两轮的幅度反而会特别小 这就跟之前这个 有些品种的运行 很相似 很相似 昨天我也讲到了 就跟之前那个黄剑是一样 第一轮下跌很凶 但是后来只跌了200点 那这边有可能 比如说之前这一轮 跌的将近有400点 可能只跌100多点 这个 其实是正常的 是有可能 因为第一轮跌的太凶了 好 那么 澳币呢 澳币的话依旧保持在一个 就是大概就在0.77 上下这个位置 0.765 下周吧 还是下周 我觉得这周真的没法去 做澳币和墓币 将下周的话 我首先如果是 在澳币和墓币之间选的话 这个目前看行 它有必须完整 所以在下周的话 如果是买入他们俩 其中一个品种 我建议是买入的是牛币 然后建议是买入的是牛币 不建议买入的是澳币 目前这个 现在怎么样 现在声音行吗 这个还真不好说 还是到底是买入的是什么 不是 就是有可能是没问题的 就一两个人他是有时候会断下来 不是说我这边边 如果是所有人都会断的话呢 就说明可能是我的问题 每日我认为就是要走微型反转 这个没什么好 就是我认为每日接下来的行情 就会直接撑破114.44这个位置 应该是不会再有下跌的动作 出货以后走到哪里 还真的不太清楚啊 但是我也讲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 持有的这个单子 现在就是两个结果 第一个黄金会下货 黄金会下货的时候 每日会上行 就是这个这个事情 也就是讲当黄金跌到下方去 然后呢 把每日的单子再空下来 美元对瑞郎的话 我我还没讲到啊 还没说到 美瑞的话 我建议是在如果是你想做的话 这两天开始去卖出它 就是差不多今天就可以考虑卖出了 包括到这个位置上 就它点了一下一以上的位置 然后如果无法占出 那一以下的位置 这些附近就是做空的这个 而且啊 我也就之前就反复强调 最近做瑞郎就想 当美国开会的时候 美国有事情的时候 就是做空美瑞郎的实际 就是这个位置啊 好吧 那么 当然讲讲一些啊 讲讲一段 就是澳币和纽币 看到没有 虽然它纽币变什么样 可以买入纽币呢 就是纽币实际上 它之前下行的 很快啊 也很 服务员有 因为当它创造一个低点的时候 哪怕它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它会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澳币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的顺畅 没有这么的顺畅 所以我觉得不建议去 抄底去澳币 暂时的话 如果选二选一的话 选择去做纽币 好吧 那么美人的家园 在这个位置上啊 就是反复的徘徊 因为原油那边是有突破的 就是原油是从之前的 一直在52附近的 突破到了54 那我个人看法是原油还会继续上涨 可能会继续上涨 每家会承押 但是每家会承押 那么应该是等它一个回落 回落以后啊 就是它回落以后 暂看它一个上涨 就是假设啊 它比如说回到1.27这个水平 回到1.27这个水平 那么回到这个水平以后 看它要再上涨 我是觉得不见得会再冲破多远 我觉得1.2950到1.3左右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所以那边的话呢 其实关键线的问题点是在于 其实那个点 我之前就已经讲过 那个点其实很多品种 都可能适合去买入 或者去买出 因为它是美元会对所有品种 走最后一波弱势的行情 当时看了 当时看了 就是看哪个品种 很多品种觉得走势里边 犯错的人更多 就是我觉得它可能会更稳定的话 够稳定的话 那么我可能会选去做它 好吧 我就是大概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是英镑 现在没开仓 现在就不要开仓 那就没有意义 我英镑 我是之前告诉你 在1.31的时候就开仓 如果你是今天 或者到明天 那你如果对啊 那天开仓你是可以吃的 1.33指引 反正好就是目测看一下 就是震荡式 回到1.33就 所以正常来讲就是在1.3250到1.33之间 这就是这个区间震荡的高位 这什么地方有空间 这个震荡是最难看的 没有任何的点位是有意义的 所以它可以走上一个走不到 所以是说这个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 最后一次做吧 就是如果我按照震荡的走势做法的话 这个就是最后一次按照这个方式做好 后面的话 如果是从上方下行 或者从下方上行 就不要按照震荡的四个走 那时候就是按照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惯性 像这个 这个走势基本上是 然后每隔大概 一天到两天 就是每隔大概一天到两天 然后就变了 每隔一天到两天就变了变化一个方向 之后应该不会 基本上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是一个整体 就是说 最经常是慢慢的 包括你像我说 这个每日会回落到这个区间里 它是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跟你们讲 但是它在回落到的时候 那中间是走的将近有 将近一周多的事情 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市场运行速度一段慢 这个很正常 你要问我怎么办 因为每日现在只能是你就追高 就是如果你想做 你先这个买入 这是一个很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很明显的 要走微型的结构的一个行情 微型结构的行情 可以吗 我觉得很明显 就是说今天如果再回到114 就挺正常的好景 非常正常 比如说这不是一个反转结构吗 这就是 是不是太容易看着 刚好走到前面高点 刚好受压实 刚好回来 做一个反转 之前两个点很难判断 你这个点就好判断一点 你好判断一点 它未必就是 未必就是真实的 未必就是真实的 对吧 而且的话呢 你像这些行情吧 可能冲高的时候 有多少人去追夺 在这个地方洗盘有没有洗掉 因为洗了两个低点的转线 差不多了 对吧 冲高一下就很正常 而且的话呢 如果为什么说 这个地方就算冲高 也没有关系呢 就是说 它洗掉了短期的多端 即使在这边被套住多端 它冲上去以后 给它们解开单子了 扛过去了 也没关系 因为你解开单子扛过去了 因为不会再设置云了 你就会起码 你的位置看法就会更高 比如以前看到115 以前可能看到116 或者看到117去了 就很正常 那人就变贪婪了 所以你给它解踏机会没有关系 然后你再从插发快速的跌下来就可以 这个是完全可以 所以这就是从上周这个分析 它慢没办法 我一般我分析都属于分析结构 那结构分析完了 它如果走得快 可能一天两天 它走得慢 这个走得将近多少天 从我那天开始解这个形态 应该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开始解 1,2,3,4,5,6,7,8 等于到第七天才回到这个区间 就很麻烦 这个很新 去看一下 切记别 就是说这个话的原因就是 切记不要高空 就是你不要说你这个地方 拉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空间 反正说反弹到这里 你做空 这里做空 这是唯一 这基本上是唯一 你不要这么做就好 OK吗 因为行情没什么变化 你看欧元 对吧 从那天大跌200点以后 进入到横向调整 17 英镑是震荡时期 这都没什么变化 这就是等它这个节奏 整个变化以后 我们就比较好去出 黄金的话是震荡 其实黄金你要算的话 其实也算是震荡下行的 因为高点更是第一 低点更是第一 你就看 这边跌了 还是保持在原有的状态下 其实也很近的 如果跌到1%左右 跌10块钱 0.8 跌10块钱 刚好在前进 当然比较到今天一天 按照之前跌0.7 假设再跌0.5就跌60点 跌60点的话就是到1266 比如今天停到1266 明天再跌 那也都可能 感觉有很大的可能性 所以耐心等一下 好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市场变化 今年其实 今年是大部分时间 是现代流行情 小部分时间是短期爆发 今年是属于是 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 那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一下 嗯 先登場 行 属于 写中 직접 飞 air 凶 水 宝付 不 水 属于 顶 对了 今天忘记祝大家节日快乐 今天是万圣节 多美日空美日 对冲是要逻辑的 你能找到逻辑关系就行 对冲交易是要找逻辑 这两个品种都找逻辑关系 反正美瑞你就当短信做 你现在做空谈 美联储会议结束 立刻把它拼了 那就看结果 也是毕竟说你做多美日空美瑞 对冲不对冲的 就是你两个品种各看一个方向的 没什么 因为这两个品种 日元和美瑞 就日元和瑞朗对美人 经常会出现 比如说别的品种对美人强 但是它弱 对吧 别的品种对美人弱它强 这两个品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没 你要算对冲 我觉得逻辑上找不到 我让你找到逻辑OK 瑞朗挂一个1的找数关口 可以挂 但是之损在哪 之损你放到1.1037 有点差劲 再往上多放一些 1.1有点太高了 如果挂1.1 你知道1.1是什么概念吗 你现在看到1.1吗 应该是1.01 好吧 100点 1.1是前面里面的高点 1.1是1000点 反正我觉得你要是说 因为现在我到底没有把它当重点 就给大家解一下 现在你要做这个品种 你说你挂一个灯 或者是说你做 因为现在的位置 刚好是拉回百分之五 就是挺标准的 刚好在0.5的位置 其实是个做空的地方 一般的位置 是怎样跟您说 是 大本文明 还能让你来 起来 那么 conscient 有点 懂 有点 重点 一些 母币的话应该会有吧 但是我算时间 如果现在让我看的话 我觉得会是 利空一点的吧 但是其实纽币现在的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像星期蓝的事业类 包括现在像 反正你就看吧 然后事业类已经低于五以下 其实事业类对市场影响就偏弱 一般来说高事业率变好 或者是低事业率变差 这是会影响市场多的情况 或是商市本来就已经很低了 再低呢 也对市场没啥影响 日平日 可以啊 你要是说你想 两个都做 其实就跟做 做利浪的日元的多单是一样的 但是我是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反正我是希望做是它多一点 像美日我看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点 就留一点 然后上车 就简单了 就很简单 就很简单 基本上就这样 市场就现在没有状态 人为是刚一个 穿这种环境都总会有的 万圣节 万圣节的话 我们澳洲这边就是 小孩子会出席药堂 万圣节怎么过 万圣节就是西方的鬼节 国内的话我不知道 出来很多年了 我在国内是没过过万圣节 那国外的话就是 陪小孩出去需要它 应该会 大家耐心一点吧 没关系啊 就是航行都是这样的 波动航行到震荡航行 然后再到波动航行 一步一步 不是一瞬间就完成 好吧 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提前解锁一下 应该 也没什么好解的了 现在美联储也都开会了 然后市场不动也正常 然后动的话你就开晚上 到时候会不会动 因为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了 大概的一个可能性 好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见 大家晚安 我们明天见